我们跟世界上古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让我们了解慈然盆地 侏罗纪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因为它是孤品是绝品 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蛋壳黑桃高饼碑 是龙山文化时期典型器物 凭借黑如漆 亮如镜 薄如纸 硬如瓷的亮点 被考古界称之为 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于四千年后的今天 蛋壳黑桃高饼碑仍难以完美复制 其背后隐藏了哪些精湛工艺 揭示了当时怎样的理智文化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教授鸾峰时 近日接受中兴社东西问专访 就相关问题做出解读 龙山文化时期 大家都认为 最高的技术可能还是用在制桃上 特别是个宝胎的黑桃的这种制作 先是用快轮拉屁拉出一个雏形 后期的修整的过程当中 有特殊的手段 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架子 上面加上刀具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进行这个测薄和测的更规整 这也是为什么性材制桃来仿制这个蛋壳还是很难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这是一个突破 在其他桃上一般不太需要这么精湛的或者精致的这样的一个工艺 蛋壳黑桃高饼杯生产过程一般有四道重要工序 即原料制备 成型 湿纹和烧制 整体具备黑 光 亮 薄 青的特点 被誉为中国古代桃器的巅峰之作 这也是对距今四千多年前龙山文化时期桃器制作技术和水平的中肯评价 紫碎叫蛋壳桃 就是因为它这个太薄了 薄得像蛋壳一样 甚至比蛋壳还薄 薄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这个高饼杯它最薄的那个位置 那个盐的那个边缘的位置 最薄的0.2到0.3毫米 一般的0.5毫米 其他的部位当然稍微厚一点 比如说可能大了一个毫米 甚至1.5毫米 像饼波啊 像座儿啊 那个位置可能稍微厚一点 它的重量呢 就很轻 轻到什么程度呢 一个二十来公分的这样的高饼杯 它整个重量大概就是在50到70盒之间 你要鉴定这个龙山的桃器是真的是假的 你在没拿的时候 你可能有一个预感 比如说它有多重 对吧 我们搬东西也是一样 你要觉得这个东西大概有半斤 所以你搬的时候的一天 只有三两 这就是真的 鸾峰石说 当时社会已经形成成义聚落 环豪聚落和普通聚落 三级结构的区域聚落形态 与早期文献记载的都 义 聚三级社会组织相对应 表明龙山文化时期已进入古国时代的高级阶段 长江 黄河 流域这些主要的地区到这个阶段 也就是说距今五千年前后 整个社会都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革 它的核心是因为整个社会生产水平提高之后 财富的增加 从一个平等的社会向一个不平等的社会 叫分层社会 我们说有这个东方特色的特征 就是出现了这种理智文化 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的运行 除了这个权力和其他的各种手段之外 那么礼作为来维护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鸾峰石说 代表龙山文化的蛋壳黑桃高饼碑 是一种非实用的高端精美桃容器 从功能上说是一种酒器 从其造型特点来看 已经演变为周围有宽大的浅斜叠形口岩 细高饼小底座 但淘胎过于轻薄 应是一种非实用的高端精美桃容器 是一种旨在隆重仪式使用 如祭祀和礼仪活动时的象征性器物 即礼仪用器 高饼碑我们认为是一个最妖眼的一个明星 他从这个技术上代表了当场制讨最高水平 把他这个作为礼器的一个中心 那么他可能是在这个仪式当中 直接和咬祭祀的对象发生关系的 比方说我这个是用成酒的 这个酒既是给神或者说祖先 祖先是通过他来引用的 对不对 我们认为他是最核心的一个 所以他就刻意地把它制作的 无以复加的这样的一个精致的一个程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